現在這個動作第一個 能夠把肩膀裡面一些沾黏的結節 慢慢把它拉開 我們肩胛骨總共有17條肌腱 沾黏在肩胛骨上 會形成50肩 在很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了 像這個陳宏20多歲 肩膀已經開始逐漸在沾黏中 目前還沒有到50肩那種階段 但是逐漸在沾黏中 這沾黏的過程會造成 我們常常感覺到脖子肩膀不舒服 尤其是脖子 脖子常常會痠痛 其實那都是形成50肩的一個前兆 這一個手法 能夠慢慢的把這個肌腱帶開 預防你得武時間 預防你肩膀脖子的痠痛 甚至你的睡眠的品質相對也會提升起來 這個手法對我們的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但是拉筋的時候會有一些不舒服 把這筋拉開 不要讓它有機會造成肩胛骨跟宮骨的沾黏 這個是最重要的 平常就要預防 平日的保養保健 基本上這些基本的動作都要做 外面的養生管 比較沒有在注重這些肌腱的沾黏的問題 我們是專業的 整副推拿的國術管 所以這一部分的 肌腱的沾黏 我們得要注意 好啦 先這樣子囉 好吧 先這樣子囉